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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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謝謝Sawna 是這樣翻譯嗎 Sawna 我覺得就是對於他們這一輩的年輕人來說 就是除了從前面就是把那個只是今年而已 所發生的這些事情 當然很多事情是延續了好幾年 還有在就是說 他自己在成長的這個過程當中 他如何看待了這些實力 我覺得這是 就是對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非常的開心 因為看到就是 他不是只是自己來學習跟成長 而且是大概就是跟著很多的同樣的年輕的同學 然後甚至是更年輕的學弟學妹們的氣場 那我很希望就是說 就是剛才他說他的這些東西 可能再多做一點小補充 其實剛才閃不斷也跟大家講到說 這個國家 不管是出去外面跟人家做交流 都很希望把原住民抬出來 或者是在講到說 台灣的前途的時候 希望常常把原住民當神主牌 也就是說我們有原住民這樣 我們跟跟誰不一樣 跟中國不一樣 但是我們 我們是不是真的知道 就像剛才他所記得 我們真的認識他到底是什麼嗎 那我們才夠說是我們是一家人 剛才在講的這個 學生派學生出去做文化交流的時候 那個服飾真的是領普到一個基點 因為他甚至有一些其實是從來沒有出 他其實就是亂兜那個顏色跟色彩 然後把台灣這個族群的 甚至包含國外的一些原住民的一些頭飾啊 那個臉或是手的就是全部亂兜 然後有那種在台灣從來沒有出現過的 那有一些呢 是確實是比如說 比如說 泰雅的服飾 對 可是他穿的是桑子 然後出去做那個文化的那種交流 你想想看 對於一個 對於國內來說 我們常常都會說 我尊重原住民的文化 那我們是要去炫耀 然後幫忙去介紹這樣 可是他用這樣子的那種方式 對於真正是在這個土地上面這個 不管是哪一個族群的 然後看到這種狀況 請問他會是什麼樣的心情 那另外講到那個狩獵的時候 就是受到一些動保團體的那個批評 其實網路上面有一個影片 當然這個動保團體其實也是 我覺得很多朋友一定是常常支持的 那我個人是非常尊敬他們的 可是呢 網路上面有一段影片 就是在那個 可能是在劣跡的時候 那需要去訓練那個孩子 就是比如說你抓到山豬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 你就捆綁他 然後避免他對你的攻擊這樣 那因為那是紀典 那對一個紀典 對於也許每個族群不一樣 可是如果那是一種劣跡的話 我們聽到了比如說假證 至少是悲男主來說的話 那個劣跡的本身去想想看 過去年輕的男性 他要訓練成為一個軍人跟獵人 就是雙重的這種身分的 因為那是生命危險嘛 你跟你混到那個野生動物 就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那種情況 或是對於那個侵入領土的那個 那個那個那些人 所以當你綁到那個 黃碧斯獵物 特別是有獵牙的那種山豬的時候 你可能你其實首先要踩住的是 避免他攻擊你 因為過去很多你有的獵人啊死亡 都是因為被那個獵牙一轉身 你以為你已經把它撂倒了 結果他一轉身那個獵牙割上你 然後因為那會是大雛形 因為他單就是三十公分 好幾公分深的那種傷口 所以你第一個一定是 控制住他的那個臉部 就是會表揚那個地方 可是在網路上面那個影片就是 被虎花大王的那個動物 然後那個獵人 就是說訓練的那個參加獵劫人 就踩在那個山豬的那個臉上 那那個旁白喔 我們如果完全不去看那個脈絡 也不去問這個紀委的文化的意義 究竟是什麼 他作為一個軍事訓練 以及狩獵生存的訓練 而且我們想一下 如果演習是玩假的 那當真正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根本不可能展現出 你那種直覺性的反應 可是就是在這樣子的一個畫面當中 訴諸於全體國人的 對於動物保護的那種信心就是說 即使你是一個紀典都不應該 你已經綁住他了嗎 你都不應該踩他的臉嗎 因為這樣會增加他的瘋 從一個完全去脈絡的狀況來說 也許這是真的 可是我們如何去想想 一個族群的文化他在到現在 已經被在各個層面當中 都受到奇怪的壓迫 他只能夠用這種文化的 已經儀式的那種方式 來告訴他的孩子 他的求生是什麼 以及如果你要成為一個真正的獵人 你需要經歷過的一個是什麼 那可能是遊戲 可能是機制 可能是技巧 可能是合作等等這些 可是這些完全去脈絡 那個影片出來 是不是就會讓大家只覺得說 女主品是一個殘忍的族群 去對待這些動物 可是這個跟這個族群 作為一個獵人的訓練 他對於他的對手的尊敬 就是關於那個獵物 因為要不就是你是他的獵物 要不他就是你的獵物 這種彼此之間的那種很深刻的 精神層面的關聯性 卻是完全被忽略的 那所以 可是這個主流的媒體 有沒有可能去聽聽 因為在台灣人處非常少的族群 他去說說他自己的這種先生 沒有機會 或是當他一說出來的時候 大家就會說 反正現在大部分人 你不是獵人啊 你們現在根本不可以去狩獵嘛 年輕一輩應該也沒有老一輩的那種 文化的那種精神啊 所以你們這些都不應該 正是我們現在說的這些話 讓他們的文化傳承 無法持續下去 可是我們卻看到的是一個 現在他似乎已經在消亡當中的文化 所以他似乎是不應該再持續下去 那這對於那個 這個 這個原住民的族群來說 真的是請喝一看 那另外 那個就是發展通話 真的就不用講 關於那個 誰在決定原住民來說 事實上那個 最近幾年啊 那個我為了要尊重原住民的話 老是說這些話 因為這句話 真的非常的政治正確這樣 那那個 每一個族群都會被 都可以放下 因為以前不能放下 以前就跟著過端午啊 過中秋嘛 然後過年這樣子啊 然後 可是這個族群呢 因為他的歲時計 他有他的重點啊 他要做你的時間 那現在大家就說 可是原住民這樣要放假 你也要放假 他也要放假 每一個族群放的時間不一樣 這不是很麻煩嗎 所以現在國家就是 這個非常好的那個德政 就是每一個族群呢 大概都可以請假兩天 一天 一天嗎 一天 對 就是你除了那個國定假日 就是關於漢人這些 就一定幫你放假 即使你不想放假 你還是得放假 那你沒有掃墓這種事情 你還是去掃墓吧 就大家都這樣 那至於你們家那種很重要的基點 或是問喪行信 那個你的淑風的沈佛的 兒子的太太的哥哥落室 這件事情關你什麼事情 可是你為什麼要為了這件事情 而請假回去跟上 18層只是後來不想工作而已嘛 所以這些那種人間的關聯性 就是用主流社會的 以及用勞動市場上面 以及我們所習慣的那種工作模式 我們應該把它抹上 然後就是我們可以請假一天 就這樣子一天而已 那所以現在為什麼很多基點 他沒有辦法延續他那種傳統的方式 就是因為我不可能在那個 我自己的部落很重要的那個 我自己的基點的時間回去 那我只能夠在什麼時候回去呢 就是政府舉辦的那個 光光風年紀呢 就是大家那個三千人一起來 又唱歌又跳舞 又還有那個體育競賽 還有摩采 還有頒獎活動的那個時刻 我可以回去 那所以到底是誰 在讓那個文化本身的那個傳承 那個中斷 那或者又是誰 想要盡力用他自己的方式維持下來 但是卻受到一些有行無行 而且我們主流的人都覺得怪怪的 就是你為什麼非得要在那一圈回去不可 因為他跟你不一樣 可是他跟你真的不一樣嗎 沒有 他只是時間跟你不一樣而已 那或者是說我們在可能 在長得很不會了 有太多的人不以為說 有助於那個圍著一圈子 要手牽手就是歡樂的唱歌跳舞 那可是有一些基點 圍著一圈手牽手是很悲傷的 在告慰祖靈或者是季某些 比如說艾靈 那我們真的會了解說 這個情況是不一樣 而且不能夠洗腦 那所有這些 其實對我們來說 就是你都可以不用在乎 而且其實對你的生活都不會有影響 可是這樣一點點小小的不在乎 對於一個特定的族群來說 他影響非常重大 更何況我們今天那個在說的 那個長文化他的那個標題 那個原住民族 他確實說的不是一個民族嗎 他講的是至少十六個民族 還有每個部落狀況也都不一樣 還有還沒有被證明的 可能有十多個 台灣的平衡的各個族群 那情況也相當不同 那我覺得有很多的那個問題 就是因為我自己學法力 那我蠻想補充一個關於 為什麼這個國民黨原住民地委這件事情 其實現在在全世界各個國家 只要你走出去跟家講說 我們來自台灣 我們國家呢 有百分之二的原住民 而且我們在國會呢 有六席的原住民的立委的保障民的這樣 全部的人都覺得說 你們是落實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力宣言 保障兩公約裡面 關於民族自覺裡面 一個非常重大的進步的先進的國家這樣 那但是如果你去問他那個細節 因為他們不太知道那個細節嘛 一旦他們知道那個細節的時候 就會知道那是一個笑話這樣 我們保障原住民沒有在保障原住民族的 他最好就是這個話就說到 為什麼原住民跟原住民族有重大的差別 過去國家只承認原住民 而且原住民這三個字啊 以前還是這樣的三帝人 對不對 也是原住民自己爭取來的 好可是呢國家最願意承認原住民 就是說你不要跟我談你是什麼主人 反正你就是堂堂正正的中華民國的國民嘛 你缺錢給你的錢 少教育資源給你教育資源 缺工作機會給你工作機會 想要做什麼訓練給你什麼訓練 那你沒有土地的話就是你不要賣 這一塊就分給你這樣子 那可是就是按照你個人這樣 可是我們卻沒有去問 不管你是你的姓名 你的名字要冠什麼姓這件事情 你是不是有家族還有氏族 我剛才也提到那個有家族還有氏族 還有地區的那個問題 那個不是只有他自己決定就好 我不是就是決定母性跟父性而已 我還要決定的是 我們這個氏族共同要用的那個詞 那個字那個羅馬D一定是要 一模一樣的才行 那如果要真的要翻譯成中文的意義的話 那要如何做 所以他不是一個人的問題 然後再來我們要說參政權的時候 也不是就很像個別的人 比較經濟上弱勢啊 他沒有辦法去參選 他也不是那個個別的人 你給他機會就好 他要問的是他想要代表的是他的族群 而不是跟其他的人 我也可以跨族去代表別人啊 可是如果那一族的人 願意承認我的話 這是可以的 那包含那個經濟跟教育的 那種體制也一樣 我這次很多原住民朋友都這麼說 不要給我們加分 不用社會福利 請你收回你那個幾十億的 要補貼我們做這個作納的這樣子 因為他只是讓我們失去 我們原本的那個勞動 那個自己自主的那種能力 而且如果沒有錢我們就不工作 那請你通通收回去 我們只要把我們的地還給我們 因為只要我們有我們的土地跟自然資源的話 我們為了要永遠在這邊生存 我們一定會好好的使用它 順便還是跟在座的各位收一下錢 因為那個水原地都在我們那邊 對不對 那我們會努力的去保護它 那但是你水費呢 拜託你不要交給自來水公司 就交給我就好了 這樣我的自己自主義務 以及我要辦了什麼樣的教育 我可以自己來 還有呢如果要考國家公園的話 因為國家公園還給我們的嘛 對不對 我就我來募那個公務公園的時候呢 我就不會去要你去考那個 國文啊英文啊憲法 那個職務學拉丁文 學民是什麼 不會我考你的如果是要綠山國家公園 那八成考試的科目 就是布農族語跟宗族的族語 他對於那個山川地理環境每一個職務 那你是不是要用的 那邊會不會是那個水原地 是動物要去那邊那個求生存的 我考的會是這些東西 那只要我都考過的人 他才有辦法成為國家公園管理處的處長 如果我們的考試教育制度是這樣子的話 我為什麼要你幫我加分 讓我用中文的方式去考你的事 然後在後面拼命的追趕你 然後永遠被你說我是依賴你的 你就來考美語嘛阿美族語 對不對 你就來考泰語嘛泰亞族語 看你有沒有辦法 而且考的是傳統知識 考的是山林的知識 考的是一個在這個土地上面生存的那種知識 那我們的把土去掉 就是去掉你的知識系統 去掉你在這個土地上面生存的所有事 所需要使用的那一切 只要你是個人你就會沒有力氣 你就一定得要選的是主流的這一套 所以我們在講我們的政治制度 要去保障原住民的時候 我們其實也保障的是原住民那個個人 而且我們把原住民分成山地原住民 跟平地原住民 那個在場有沒有人知道 那個山地原住民跟平地原住民的區分 是怎麼區分的 包含 包含原住民 請問你知道山地原住民 跟平地原住民怎麼被區分的 不知道 我們立法委員保障平地原住民三個 山地原住民三個 那誰是平地原住民 誰是山地原住民 如果你是 如果有一個人是阿美族 你猜他是山地原住民還是平地原住民 猜 你猜 三地 三地 三地平地 對 因為有人是三地有人平地 如果有人是泰雅族的 請問你他是山地原住民還是平地原住民 三地 三地 對 都有 有人是泰雅族 有人是平地 有人是三地原住民 如果你是善校族 請問他是平地原住民還是三地原住民 有人說平地 都有 因為有人是平地原住民 是三地原住民 如果你是周族的 請問你是三地原住民還是平地原住民 周族 三地 也有人平地原住民 也有人三地原住民 布農族 如果是一個布農族 請問他是平地原住民還是三地原住民 都有 再講 蘭嶼喔 農族 請問他是平地原住民還是三地原住民 其實他是海地原住民 對不對 他也有人是三地原住民 也有人是平地原住民 好 總而言之 全台灣所有的原住民 每一組都有人是三地原住民 為什麼是平地原住民 就二地原住民 為什麼會是這樣 是因為在日治時期 從有畫了一個區域叫做翻地 在那個行政區域裡面定居的那些人 就是叫做現在說的三地原住民 所以你的阿公阿嬤要是 當時是定居在那個地方 你就是三地原住民 如果你是居住在普通行政區域裡面的 管你是哪一族 你就是平地原住民 那請問用這種身分區分 在現在的意義是什麼 他是像我們在選那個台中南屯西區 這個區域立委嗎 他是代表這個區域的利益嗎 沒錯嘛 因為現在平地原住民變故在全台灣各地 還包含那個金門房子對不對 因為你是 你一開始是這個身分的人 可是你現在戶籍反正你可以跑來跑去啊 但是他不管你的戶籍的 他就是全國的三地原住民選三個人 全國的平地原住民選三個人 請問這個代表區域嗎 不是 請問他代表民族嗎 剛才已經講的不是嘛 那代表什麼 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可是我們選舉就是這樣選出來的 所以誰會贏 所以誰會贏 你有辦法給我錢 跑全台灣雇你的票的人會贏嗎 而且是大族的人會贏啊 對不對 雖然我說台灣確實是幾乎美里族都有 就是有人是山原有人是平原 但是呢 以阿美族跟悲南族來說 跟那個薩比拉雅跟哥馬來來說 這幾個民族的人是絕大多數是平原 那他們有少部分的是山地原這樣 那其他的族群的話就是大部分是山地原住民 但是他們族群內部也有人是平地原住民 就是這一種很奇怪的字路一直到現在 是寫在我們的憲法裡面 那請問這樣子的選舉方式真的是 讓原住民族你決定了他的未來嗎 決定了他的前途嗎 不是 但是我們說的很像真的 就跟唱的很好聽是一樣的情況 那那個因為這是我們的政府制度的關係 那所以如果要修憲的話 第一個其實就是要把這個修掉 原住民族16族也許現在我們那個不會人數減少了 所以不是很容易真的是一族一個這樣子 那假設不是一族一個 你要請得主動同去選舉出一個出來 比較合理 這也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他絕對不會是現在的選舉方式 絕對不會是這種選舉方式的 好 那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 是不是還需要留個跟蹤給大家 還是說 我們可以再有問題 好 那就是包含剛才那個 薩德蘭他所報告的這個部分 不知道在場的各位有沒有什麼樣子的問題 或者是你其實就是沒有講到 因為關於原住民的那個主題啊是 老師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老師跟剛才主講者一直在提到16族 可能我的資訊有點落伍了 可是原住民族文會他所認定的是14族 那還有兩族是哪 上個月剛通過兩個新的族 對 趕快無根騷 好 那你抱歉 真的是什麼 他們這兩個族是 高雄那個 就是以前中族 中族其實有被偏偏 北周和南周 可是南周其實譬如說像 然後他們講話跟陸文比較像 可是他們的衣服跟紀錄也是跟中族比較像 所以他們其實根本就是另外一個族 對 然後包括撒路也是 他也是被分類在南周 所以這兩個族群都分出來了 然後我想要就是補充一件事情就是 大家知道就是這兩個族群分出來這件事 就是進展的非常快速 就是很快就 很快就 然後他們是鼓勵的好棒 這樣 可是平鋪母群啊 除了格馬蘭菇跟宅吉拉雅以外 等一下 宅吉拉雅有算 其他人 其他人包括西拉雅現在唱 西拉雅吧 台南的西拉雅 我現在講西拉雅 西拉雅它是在這個 文化附贈跟平鋪抗爭裡面 最大的一個族群 但是他們的運動到現在 不停不停的面臨那個被拒絕 很有趣喔 大家可以思考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就是簡單來講 就是南周變成撒路亞跟達德卡拉雅 原住民人會變多嗎? 不會 可是如果西拉雅圖 西拉雅圖目前他們就是統治 因為西拉雅圖現在是 在台南地區是限定的原住民族 就是台南就是很自棄自棄 所以管他終於他們到底要不要認定 麻煩死了 但是一個非常的支持 民主民這件事情 對 但是大家也不要把他當選 因為他後面還有一個 南鐵東儀的爭議有沒有 要破千四百零七戶 對 就是只是就是分享這個證明跟大家說 就是這中間的那個行政效率的差異 還有認定認同 現在的原民會主委叫做林江毅 他過去曾經說過 他絕對不可能讓任何一個評估出去 就是在他有生之典被證明 然後他就當上職位 所以原民會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問題 其實也是一個很有趣的詞 請問他的心態是什麼 原民會就是說 對 就是說拒絕 對 讓那個評估族證明 這是他的心態是什麼 原民會有原民會的心態 林江毅有林江毅的心態 林江毅他本身是阿美族 那過去阿美族跟格馬尼族 他們就是住得很近 那在格馬尼族還沒證明之前 其實那個就是所謂的評估族 他還不知道或是還沒有認同回 找回自己的認同之前 他們也是跟著本神一起罵阿美族反讓 所以那個有一些那種族訓衝突 是實際上在地區性的存在 那這個是很真實的東西 不能避免 但是原民會的立場是什麼 原民會他到底是一個怎樣的答案 他真的是原度 就是幫原住女發生的答案嗎 因為學雅老師很清楚 他們過去原民會是被爭取出來的 一切沒有 可是他被爭取出來以後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就是一個買辦嘛 就是摸狗單位啦 就是他就是 他就是好 我給你一個原民會 而且我發展的這些 過去運動圈裡面 那個荷荷有名的大人們都收編進來 但他們在做什麼事情 為什麼原民會成立以後 原民會成立到現在九 大概也是要二十年的時間喔 是台灣原住民族運動最低潮的時間 如果我們也不算一點點高潮的話 那我們還在往下走 就我們這一輩的年輕人 也不算是高潮的話 那他還在繼續往下走 為什麼 就是那個中邊的那個狀態 其實是很明顯的 那他給你一大筆預算 每年可以或買機用 可是他願不願意多給你 不可能 他一毛多我想多給你 因為原民會的 對於這整個國家來講 原民會的角色非常的欣賞 就是安保不住民族 讓他們不要更獨得社會長的 總監的角色 是這樣的 常常進到原民會動作 然後我們的哥哥姊姊 就是懷抱的熱情 然後進去 然後發現自己是家 心裡比較家的東西 兩面不適合 然後施展都開手腳 然後可能失望的你看回家總體 或者是就假的在裡面 當家心靈感這樣子 對 以我們對那個就是 原民會的觀察 他其實有幾個 可能有幾個面向 可以去思考他的角色這樣 第一個就是 他的預算非常的多 但是呢 因為他畢竟是在 中華民國的行政院裡面 所以他為什麼會有這些預算 除了小部分是關於那個 原住民的某一些真的比較獨自的 特殊性的這一塊之外 他過去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這些經費是從各個部會 既有的政策要執行 所以交給原民會執行 意思就是他們有決策的權利 就是按照那個法律跟政策 比如說那個衛生福利部 或是文化部 或者是內政部 或者是交通部 所有的這些部會 他決定了一些事項的 可是有些執行的嘛 那有些執行是在原住民的地區 那就把錢拖過來 所以看起來錢很多 也必須要一直花下去 可是該如何有把那個族群的 那個特殊性跟需要放進來 他們是沒有決策的空間的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是 人民會有一部分的人 當年的就是 當然是很努力希望能夠去 說服我們整個行政院的系統 比如說他在每一個部會 因為其實原民會過去 有人期待他像小行政院 就是說關於原住民的很多事務 他都必須要有決策的權利 好歹是要把 為什麼我們不一樣的這一塊 以及要如何發展這一塊 才能夠共榮共存 這一個聲音講出來 可是呢 原民會只要他任何一個人 想要去跟各個部會講說 我們原住民的特殊在哪裡 在政策如何 我們現在憲法是怎麼樣呢 我們有原機法 所以應該要如何來調配呢 那個其他的部會 一概不理他這樣 然後都會端出什麼呢 關注那個我們法律就是這樣啊 那可是原民會他的存在就是 去挑戰那個既有的法律的體系嘛 而且要用一個 我們最新的那個法律體系 去慢慢去修正其他的法體系 可是一旦他這麼做呢 其他的部會因為已經不懂了關係 所以一概跟他說 你說的這些話都是違法的呀 當然違法 那麼原機法為什麼要說 三年之內要修改其他的法律 對不對 就是其他法律已經有問題了嗎 那所以你現在要去挑戰他 可是一旦挑戰他其他部會就會說 我們現在的法律是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因為那個變動的幅度 其實可能是可大可小 但是其他部會就很簡單 因為聽不懂就很簡單的說 你說的完全沒有道理這樣 然後再來呢 原民會一旦一開始成立的時候 因為他就是 立刻就是中央級的部會了 這是很大這樣 可是那時候他能夠有的那個 原住民的那個 行政上面的專業人才 大概都是鄉鎮工作的人 因為以前並沒有中央級或是比較是在 縣市這個層級的那個高階的那個行政人員嘛 所以可能就是鄉鎮的人進來 這些鄉鎮的行政人員有非常非常優秀 就我見識過一個非常優秀的人 可是有很大的一部分的人 他可能在資歷上面經驗上面 不足以承擔那個全國性的 原住民事務的這種決策 然後包含在執行的上面 他們也會有一些擔心害怕 害怕什麼呢 害怕違法 害怕違法 害怕你們去說出我們特殊性 別人會說你就這樣子提人住民嘛 你知道連在中央部會裡面 原民會都是被歧視 所以當大家去說出他的特殊性的時候 歧視會被投影異樣的眼光 你們執行率特別差 事實上是原民會認為不應該這麼執行 你們執行率很差 可能就會被原口被釘啊被承定 然後在整個部會排名都是最後面 對不對 再來就是這一部分的那個行政的那個公務人員呢 他們還有一個狀況就是 這也是原住民的長輩自己說的 就是那個腦袋切胎 這樣從頭面切胎裡面是一個打龜 有沒有 所以因為大量的人還是在 因為那是一個在台灣的民主運動 跟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 然後因為原住民的那個強力的抗爭 然後政府為了某個程度是為了摸頭 避免那麼激烈的衝突 一直同意成立的這樣一個原民會 可是在那樣子的時代的那個背景之下 就是他很難也會面臨這些狀況 就是他的決策能力不足 但是他有決策的展示的時候 就是一直被打回票 再來他可能是在中央的部位當中 是被邊緣化的 再來他的預算很多 但是大部分是幫人家執行 而不是他自己的 然後再來就是他真正那種要有銜接上那個 不管是在國際社會上面 做原住民的人權的那種問數的那種能力 其實還需要再加強 那這個不是原民會的本身的錯 而是我們整個不管是學界 或是台灣的主流社會 因為其實才開始慢慢在行街而已 所以這種論述在法律上面應該怎麼做 在政策上面其實可以不用修法律 你只要行政的做法修改就好 那大家擔心這會不會圖利啊 會不會就是怎麼對誰有所偏好 所以就是因為有這種時代上面 那種種種的因素 導致我們現在看到的那個原民會 就是對於很多期待他有很好的 關於決定原住民的未來 不要通通被主流社會拉著跑 這樣子的一批人的心中 就會覺得就是心裡面會感受到很大的落差 那這都是真實的 這都是真實的這樣 所以他有他 我們要批評他的概念這樣 但是他也有 他就很像是一個縮小版的台灣社會的狀況 那原住民他受到的英文化的情況 其實在怎麼形成的體系裡面 他還是被英文化的 其實也是類似的 來 用媽咪的 前兩年有成立了一個政黨 叫做第一民主黨 他似乎是仿效這樣 然後或是海的國家 有這樣的一個稱呼 那跟原住民主的關係是怎麼樣 我當然就是不方便聘請我們的前輩們 但是第一民主黨要取得原住民族的代表性 跟就是受到簡單來講 如果有一個東西叫做原住民運動的運動圈 受到這些運動圈裡的人的增進的話 他必須要做一些什麼事情 不管到目前為止 他做的事情就是在各地成立黨部 就是就是半讀書會 這些事情都不是不好啦 就是說就是說 可是他是政黨耶 他不是一個一般性的社團發育 他應該要有一個特殊性 他應該要去在政治的層面介入更深更多的去擾動原本的那個結構 只是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的第一民族長做的不多 他們也可能還在成長 就是你 你來說 啊我們很多的前輩 學校的老師也都在裡面啊 對 可是你就會想說 好你們 他們講的很多 可是一個政黨可能如果只有這樣的話 沒有什麼辦法啦 而且再講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就是第一民族長永遠全部出部分去領我 永遠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原住民 因為原住民在台灣的比例是2% 然後第一民族長只有原住民可以跑原住民 就是人頭第一民族長只有原住民的人 然後部分去立委的那個門還是5% 大家有發現有那個buck 所以剛剛其實我自己還有一些疑問 說書教老師是不是可以幫我解答 就是我們的立委選擇有很多的問題 除了分山地跟土地這件事情之外 因為大家知道台灣有49%的原住民 是住在都市裡面 所以剛剛一直在講說 我們一直在思考原相是 可是還有另外一半的都市原住民 到底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他面臨什麼問題 其實是被很大的故事 然後為什麼要講這件事情 是因為那個我們 就我第一次要投票的時候 然後那個時候已經在一群區兩票制 我覺得就是你可以選你自己的區域立委 跟選那個政黨 然後我發現我不能選區域立委 然後我覺得很疑惑 然後我只好才發現原來我的區域立委是 三地圓都可以選區域立委 全國的三地圓都可以選區域立委 是我的區域立委 我可以投票的對象 對 但我不知道我住在台北市 就是我不能找台北市的區域立委 這造成什麼問題 同盤部落的事情 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我去年在快幕的事件的時候 觀察到的就是花年的立委 蕭美慶 她不知道她到底要不要接觸自己 就是她當然有一點點熱情 然後有一點點的浪漫 對原住民的那種愛心 可是當她發現這個問題 其實牽扯到一些政治失禮的時候 她有點不敢接入 然後不敢接入還有很大的原子 因為即使她接入了 我們都不會成為她的選票 所以區域的發展這個 讓這些名義代表過去照觀照原住民 根本不可能 因為我們她做的在努力在努力 我們一輩子都會成為她的選票 只要這個制度不會改變 有沒有可能朝這個方向前進 就是說讓原住民的文化什麼 就是這認同 或者我們沒有學人的關係 但是我主張是文化上的認同 可以慢慢朝這個方向的想法 因為我發現 可能某些國家已經有慢慢有這種方向 就像瑞士 她的那個原住民 她叫什麼羅曼的姿勢 你是站著那種各衛術的趴 可是她大部分的族群都是德最多 然後法 義 然後她有原住民 就是那個 有一個什麼故事叫什麼 就是色色見色動她那個小朋友 小朋友那個那個族群的故事 一定有帥 蛤?小朋友這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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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開始過了 好 抱抱 欸 有 忘記了那個故事就是 就是 就是射手那個 那個神仙手啊 射手那個 他上面那個 那個那個蘋果 他可以 就是那個故事 就是 那個是他那個羅漢的 那個族群 對 然後更是 他們的 國族認同就是 全屏幕傾向 他不管自己是德裔的 義大利來的 法國裔的 然後他就全部認同這個族群 然後慢慢成為一個國家的 那個 這個 那個 文化上的認同 這樣子 呃 或者是我們這邊講好了 然後我想說我們台灣有沒有 就是藉著這個文化 對我原住民文化上的認同 愛他 也有一個所屬的 慢慢可以相信你 是 可是因為原住民有很多族 你比較天好今年的 不農族這一款 還是 我 我必須說我喜歡不喜歡 百萬 我已經有 我已經所屬 已經有信用所屬 因為他戰鬥力最強 我覺得 如果說我們要混說 那個 任何一個民族 像現在 就是 就是 剛才說的沒有錯啊 就是 我們就是這種很奇怪的 選舉制度 所以事實上 在一般的行政區裡面 的那個 原住民的朋友 他事實上是沒有決定 他那一區的區域的立委 就是代表他的立委 比如說他生活在台中 或是台中市的西區對不對 那他其實跟這個 周到的生活環境 他有 除了他的族群的關聯 還有他的一種利益之外 另外一個利益 很可能是這個地域性的區域性的 可是這個是完全被欠了 這是我們現行的制度 那唯一一個有可能的就是 如果說在都會區 他人數更多的話 他可以選地方上面的議員 那這時候呢 他還是一樣 還是一樣分三元跟圖 他還是這樣區分 但是他就會是在都會區裡面去參選 而不是那種中央 所以請問這樣子 對於原住民來說 真的是平等的嗎 這是公平的嗎 那我覺得是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講到說認同 比如說我們有沒有可能 鼓勵一般的朋友 然後比如說認同阿美族啊 布農族啊 什麼台灣族等等這些 我覺得我們可以這樣想 如果這個民族 他有了他自己的政府 他有自我決定的那個決策的機制 那你們想規劃 看人想規劃 那就問他 對不起我們 對不對 所以任何我們到任何一個國家 你要規劃成別的國家的可以 還是要符合那個國家的條件有沒有 如果我們真正尊重原住民族 那就是以他們的方式 用他們的方式去進行 就是他是不是把你認為是他們族權的一份子 那也許每一個族群這種認定是不一樣 有些族群是不願意 那做完就是看他們 那表示我們充分的尊重他們 這樣 我覺得這很不錯 好 時間快到了 好 好 進步 那就是剛才的內容 不是讓我覺得很懷孕 自己知道自己有一個天聖 那我想要提一部 首先今天提一部叫原住民族 那如果我的認知沒有錯誤的話 民族這樣的概念應該是建構在 某一些相同的價值之上 那我好奇的是說 那就現在的就是原住民的這些 就是在運動的這些工作 那個價值怎麼會是什麼 那以及就是說 可能碰到問題就是說 你們原住民族既有 是這麼樣的多元性跟多元性 那如何去整合出來的這些價值 還對他們像這麼多的回答 謝謝 反正就是我們就是要學共產黨的老招數聯合 次要敵人打死主要敵人 然後之後再補充自內衣鬥陣 對 然後再拼個敵死我 可是如果第一步都還沒有達成的話 就是 所以才會有這種 不過其實這也是一個困境就是說 我亂講的話你們不要亂當成 就是就是 的確是 的確是 因為有 其實有滿多人會過這個問題 就是原住民族它品種代表全台灣 各族的原住民就是這件事情 它的代表性到底是什麼 可是就像你講的 如果我們談到一個族或群 它有一個共和利益 那個利益固定是錢 可是現在目前的台灣的英語 各族受到的這一種文化的劣結跟壓迫 跟就是譬如說 嗯 土地的流失其實都是一樣的 大家基本上會在這樣的基礎上 可是到底有沒有人真的去談過 我跟你說事實上是沒有 我沒有死這部族 可是你知道就是 我們我們自己運動團體內部 也不會有族群代表啊 對啊 就是有時候其實 我會一直去反思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說我們站出來講一個 我們認為是對的價值 可是它到底代表性是什麼 然後我們要怎麼回頭去 回到我們的社群裡面 回到我們的部落裡面 讓族人真的去了解這件事情 而不是部落在 其實它的理解 跟你的理解不一樣 大家不同步講不一樣的話 然後不同的部落 不同的族群之性 又在講不一樣的話 然後我自己的反思是覺得 像我這樣子啊 在這個年代 然後像我這樣子 在故事裡面長大的原住民青年 其實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成為那個媒介 對 那一方面我當然也有自己的那個 生命的追求 就是我還是想要去找到那個 國民體文化的養分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要記得自己是一個媒介 我不是代理人 那除了把部落的聲音 帶到族的社會 把族的社會的聲音 帶回美國 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對 我覺得對於那個現在的 哪一個族群來說 即使要去談說 不管是那個地域這麼大 他想要就是 好像全部的族群共同一起 因為總共加起來也才2% 然後想要去說一些什麼這樣 那但是其實不可否認 因為每一個族群 他的差別是很大的 那即使他面臨的困境是一樣 對不對 我們就看那個結構很類似 但是在一個個別的事件當中 他起意性都很落差非常大 所以其實剛才那個小朋友 講一個非常關鍵的 就是說政府他都一直有一些托詞 說就等你好好的自主性起來了之後 因為我們用100年就是把你消滅 那現在就是說沒關係 等你好好的自己起來之後 我再把這些權利交還給你 那當然這是錯的 因為關於自主性這件事就是 你把一件事情說你自己決定 然後就是讓他可以運用這個自主性的這個機會 他才能夠去練習 而且他才能夠重建說 一個現在是當代的原住民族 而不是3000年前那個族群的啊 那他們怎麼面對當代的這個 他的權限以及他的事物 然後他去發展出一個結合現代跟某些傳統的 一些轉化的東西 然後他去決定他自己 但是我們政府卻不願意做這件事情 那所以其實我們認為 不管是在講說原住民的運動 或者是說政府部門 他很可能需要做到的事情 都是現在立即就是點一些權限 不管是在土地的或是自然資源管理 對於那個族群來說 他最核心的最關切的事情先交給他 當然他一定要摸索跟學習 但是就是從這個過程當中 政府可以慢慢的去支持這個部落組織的出現 然後他如何去跟政府再做進一步的談判 比如說那我現在這件事情管理得不錯 我下一件事情還可以再把什麼事情再 回歸到我這個部落的主體身上 如果我們是這樣子漸進式的 然後我們想著那個自治法通過隔天 我們就要開始選那個自治政府的成員了 那這完全也是一個妄想 就是不可能在一夕之間 你們那種自治的那個主體就是立刻就決定 那所以說要去講說跨族群 要不要共同去推一些代表 比較優秀的代表去跟政府談判 或是進入到政府的國會的部門 我們要想的是 那請問各族如何共同去推出這種代表呢 如果那個每一個族群的內部的組織 他沒有辦法那個就是像年輕人 老年人然後不同世代人 他們共同去理解這是一個什麼樣的運作方式 那會不會又是一片那個就是故隆 然後模糊的一種一種行動的策略 然後最後還是搞不清楚說 那請我們的族群的利益 在這個過程當中 是不是受到一些什麼樣子的迫屈 那所以每一個族群 他自己甚至是部落的 他的主體性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 當然這也是在當代的台灣社會 就是非常脆弱的一個環節這樣 那我想就是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 我想最後跟就是我待會要推薦粉絲 因為我再講很多歷史老師這樣 然後另外就是我們今天那個 因為真的是非常難得 那個像嫂子這樣子的人 他這樣子的年輕人 他自己的這樣生長背景 然後來這邊跟大家分享 但是如果說我們從歷史的那種角度 你往前去看的話 去問說原住民族的前途 或者是說他的未來是誰來決定 這個國家喔就是當台灣島上面出現那個 現代國家的時候 其實原住民族他想用他的力氣去扭轉跟對抗 其實是從來沒有停止過的 可是他的結局就是 他我們之前看到的狀況就是 他在日本政府時期呢 成為高砂裔友軍 他是日本人 是日本的軍人 而且大部分的日本的軍人 不管是漢人或是日本人 都要依靠原住民的戰士 因為他本身那個獵人的訓練 就是武裝的訓練 就是攻擊的訓練 所以大家要靠著他 可是呢 當中華民國來的時候呢 他變成國軍 他一下子變成中華民國的陣戰 然後還去打那個什麼 什麼抗戰啊 還要去剿匪有沒有 剿匪啊 對 那是後面的 對啊 然後總是被推到那個第一線 然後他們到中國 去國共在內戰的時候 有一批人就是被俘虜 後來成為共軍 就是變成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那個軍隊的那個成員 然後五十年都沒有辦法 回到他的家鄉 等到現在他回到台灣來 請問他是日本人還是中華民國人 還是台灣人啊 好像是某某出軍 還是還是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那這這樣子的老兵 如果你從一個原住民的身上來看 就是他到底是哪一個國家 老實說國家就是來來去去 然後戰爭也是一樣來來去去 宣稱他有一部線牌有一張國旗的 就是這一群人就是來來去去 可是他是什麼族 他是北南族 他可能是阿美族 他是布農族 他是台灣族嗎 那在這個土地上面 我們不能夠忘記這樣的歷史 是因為我們希望將來 我們要用這種國家的 我們現在所理解這種國家那種形式 以及國家的暴力 就是對待另外一個族群那種方式 去強迫我們當代的那個原住民族 他要重新再去做一次這樣的選擇 或者是再去做這樣的面對 那這個大概也是國際社會上面 某一些原住民族 當他在說 他去追求他的獨立跟自主的時候 都會有人說 你一定是被某個國家煽動 你一定是不想要 我們現在這個國家想要分裂 可是有些族群就說 沒有 我們不想要用國家的形式 生存在這個世界上 我就是說 我是過弄族 那至於我是不是一個國家 是一個什麼 那是你們所做的界定 我們不需要這樣子界定 我們也可以跟其他的互相來往 所以原住民族他面對 就是因為他面遭遇到國家 帶來的這種各式各樣的暴力 跟僵住在他身上的這種 國家發展 但是不是他在發展 然後他被越國領屑 所以他才不想要用同樣這種文字 去扶持下去 那大概也是原住民族的這種自覺 這種覺醒 才能夠讓那個 也許在國際社會當中 一些政治的那種現實 他開始出現一些 可能有一些新的 或是其他的可能性 就對於我們一個 什麼叫做社會 什麼叫公民 什麼叫做群體 什麼叫做共同共存的 神群的那種生活 也許我們才會多了一些想像 那其實這個也是 我們這個社會 應該要感謝那個族群 他在困境當中 然後都希望能夠 努力找到那個出口 他所帶給我們的興起發展 那我最後說 我們要推薦的那本書 是叫做 是那個少年台灣史 不是在場的 自認為少年的人才可以讀 因為我已經讀了這樣 所以我已經可以讀 這本書 他其實是寫給所有台灣人的 那這是那個 台大歷史系的周環耀老師 他紀念性出版的一本書 其實裡面有很大的 例子在講原住民 因為台灣的歷史 一定就是原住民的歷史 對 其中的一部分 就是原住民幾千年歷史 然後當中有一部分 是碰到台灣的那個族群 以及其他的國族 來到這個地方 那這本書呢 非常的好讀 可是他的深度很夠 然後他的 有些比較細節的一些參考 會用那個小故事的那種方式 在那個書裡面 那就是不管你是 年輕的朋友 或是老師 或是大專的朋友 都非常歡迎你去看這本書 因為真的非常精彩 而且呢 我們為了要避党 那個課綱的那個系道 然後我的前戲 那我們就用我們自己的方式 讀我們自己的書 讀我們自己的台灣史 讀我們自己的台灣原住民族 的過去 現在跟未來 那今天 我們的 不知道是不是就 好 我們去講個故事 我剛剛就是一直在講那個 名額社那個遺症的故事啊 遺症的故事之後就是 就是他經歷了一段時間的增長之後 然後他就去那個 護偵事務所去申請他的那個 自治時期的不母母 大家知道可以做這件事情嗎 而且現在附身處處都是停線的 然後這個停線就是 他第一次第二次去的時候 沒有找到 可是到了第三次的時候 他找到了一些證據 在他的 好像外婆的外婆的那個 身份的租記欄 他們是租記熟字 熟字的意思就是 那個時候還會講諸日的 對日本人來講是台灣人 那個時候 對 還會講諸日的台灣人 但是生活在福利面 他們是熟的 然後在山上的就是 番茄有出生 這樣子 所以他知道他怎麼學的 然後就是這個故事 雖然就是聽起來有點學 就是他一直有那個 很奇怪的實力感 但是他現在就是真的 所以他真的在跑 所謂的 然後跑社群 然後就是跟大家講 這個小故事是說 你開出這十一所 花十五塊錢 不一定是要去找什麼 生命的什麼的社群 所以你可以了解一下 你自己的 就是 就是回到你知道 你是不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可以補充一下 我們只能往上查兩代而已 所以你可能要找你的 爺爺奶奶在去查他往上 對對對就是 你要往上查就是 你要有上面的整個 沒有 好像你去 因為我自己的爸媽 也到我們鄉下去查過 就是我們高度懷疑 我就是紅娘子怎麼樣 是因為那個原本築籍 為首翻的那個欄位 因為後來他就想說 反正你已經進化 跟漢肺差不多了 所以會把首那個字圖成黑的 那我爸爸是在我們的那個 就是應該是說 昂公所住的那個地方 是當地的婦政事務所申請的是 日本政府的戶口調查部 那他其實會從日本政府第一代開始 有做紀錄的那一代開始 所以大概 我猜大概有十代或是左右 那我們就可以 至少從日本政府開始做統計的時候 我們其實可以全部被查得出來 那我其實也有發現就是 其中有好幾個位置可以 歡迎大家那個家族的所長 對 大家 這個查戶籍成本 因為你去 因為他很超 你知道嗎 那個戶政的人員他 因為他那個不能說 你速度支架就馬上走 他要一個一對 所以你要一直提醒他 說他還有上一種 我想上一種 然後他才會越異 然後面上發 所以就把運到這個 所以他實際上是臉線 可是他沒有變成電視化 所以他是提醒他 很熟悉的 還是上一代嗎 結束了 因為 大家 他們是需要趕火車 因為可能十點拿火車的話 那我們再次謝謝就是 林思雅老師 VC 好 謝謝他們 從就是個人的 近身經濟 以及從一些比較 學術的 然後法律的角度來看 帶現在台灣 在台灣的民族民族的問題 那我們掌聲 謝謝他們 謝謝他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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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個禮拜的話 我們要談農業 我們要談一下 就是說 從生產到 產銷之間 這個農業的問題 我們每年都會看到這個問題 就是說 過剩啊 或者是不夠的 然後 生產的成本很低 可是為什麼賣的時候 價錢是很高的 你要不要講一下 簡單講一下 你可能只有30秒 沒有 沒有 就是下一場 就是我主持 因為我們兩個在討論 一個高檔 然後後來就是認識兩個 年輕人 一個是他現在剛從 下一大學的行銷管理研究所畢業 那因為他那個時候 他其實是 他去念研究農業的成效 裡面的系列 所以他就是假裝成 研究成 也不是假裝 他本來就是研究成 所以 所以他就是 就是用一些比較低姿態 然後去一直去拜託一些 通路 說欸 陪伏他們一些問題 他們看一些狀況 所以他就知道很多通路 裡面的一些魔鬼系統 對 然後他就 剛好他後來因為 因為他也參加一些 農業相關的一些競賽 然後他認識很多 特地的成功 然後透過大家的交流 之後就是 他們才找到的 就是從生產到最後通路啊 行銷等等這些 裡面有很多就是比較 你知道一般的我們大家會看不到 不然就是下禮拜就過來 所以下禮拜就是 就是有兩個主要的年輕人 可以跟大家分享 然後他們會有最慘的方式 希望大家有什麼問題 大家都可以互相提出 回去做功課 下禮拜來問到他們 對 好那我們就還是謝謝各位 那我們今天的話 我們往後 我們這個星座在台中 他每個禮拜都會有直播 那我們去買了那個直播的設備 所以說如果大家有餘力的話 請幫我們立註一下 因為我們沒有盈利 然後就是真的是靠著說 大家當志工 然後每個禮拜把工作完成 那如果有來聽的朋友 有OK的話 請幫我們投一下林姊這樣 好 謝謝各位 謝謝